现在很多做实体店的老板都觉得 现在的生意特别难做 那出路究竟在哪 今天我就把我分析了一百多个实体店 总结出来的方法 对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 给你讲一讲 未来的实体店必须遵循一个核心法则 那就是未来的实体店 都是超级实体店 我这所说的超级实体店 不是说你这个店有多大 几千平米几万平米 哪怕你只是一个几平米 十几平米的一个店 它也必须是一个超级实体店 因为未来只有超级实体店 才有可能做下去 超级实体店的核心四轮驱动 第一个它是个营销中心 第二个它是个体验中心 第三个它是一个私域货客中心 第四个它是一个短视频直播中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营销中心 我们开的所有的实体店都是以销售为主的 所以这个是不能被代替的 不然的话你开这个实体店干啥 第二个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 你开的是什么样的店 这个店一定要给到客户不同的体验感 这个体验是从产品和服务两个维度来维系的 现在做生意不要觉得我没有服务也能够把这个生意给做好 我告诉你基本上没有可能 第三点也是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想到的 我们所有实体店其实是沉淀客户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能够把客户沉淀到我们私域流量上面来建立信任的一个地方 如果能够把这个给做好 能把客户沉淀到自己的私域流量上面来 所有的实体店业绩翻倍不是问题 第四点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且也没有去做 还有很多人根本看不上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去做短视频和直播 我们现在实体店是不是好多店都缺流量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缺流量 因为现在客户都比较难 他们不愿意出门闲逛 而且他们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他们会把大量的时间都会花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所以我们必须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个时候就你必须得去做短视频 才能够出现在他面前 除此以外我们还得去直播 直播的目的除了带货以外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进行计划传 让直播间的人更加喜欢你 让他们觉得这个老板还不错 那么哪怕你是摆个地摊 他们也愿意过来看 所以未来的实体店将是一个以销售体验 私欲和短视频相结合的四驱驱动的一个超级实体店 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店 如何把自己打造成这样的超级实体店 左下角实体小店创业实操客 建议你认真地研究一下 这是我分析了一百多个成功的实体案例 把他们所有成功的路径分解出来 做成的一个课程 从所有实体店建立开始的宣传 到最后的裂变形成一个完整的壁画 建议你认真地研究个五遍十遍以上 你的店就可以成为未来能够赚钱的 四能驱动的超级实体店 我认误了 我们推荐了 感谢观看